一个就是一样106 那做法跟前面其实类似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就是先把这个网站 这个先把它关掉好了 那里面这个是旧的 所以我们一样 网站里面的新开一个网站 去连结这个106 那106里面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我们把它跟那个旧的做区隔 那把它连结一下 这边的话106APP 把它选起来一下 也就是我们又另外一个产生一个新的 一个练习题 那这个练习题里面目前一样 没有一个网页 所以一样我们这个地方 开一个新的 新的档案 新档案里面的话 跟前面做法一样 要先把它改成HTML5 这个一定要改 把这个改完之后 然后我们再建立这个 第一个空白的页面 记得就是先把它储存好了 这边把它另存新档 然后直接储存 档案名称的话 它一样会帮我存在哪里呢 低跌底下的106APP 那档名特别注意 就必须根据刚刚好我们上传的需求 所以请你把什么呢 前面改成index 后面呢 那.html好像它已经帮我们加上去了 这个L已经有了 所以你就保留index.html储存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产生一个空白的 我们一个空白的页面 再来的话 接下来就把我们需要的内容 包含就是说我们前面有提过 我们需要的那个练习档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云端上练习档找到106 106里面呢就有一个所谓的image 把这个图档部分 拖拉到image里面 这个网站里面 所以放开 先把这个image目录我们需要的放进来 另外的话呢 开启这个106里面的这个data 那我们会需要 总共有绿岛机场 第一个 所以这个这个是它的标题 里面需要的文字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所以我们会有四个连结 那也就是说呢 后面我们会需要怎么样 在一样建立那个跟102app一样的方式 就是在首页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那个 这个是 icon部分是 我们是106部分 那基本上我们会希望看到的就是 一个首页进来 完成画面 那我希望在这个底下 是四个的net bar 然后并且怎么样 它的结构基本上 我假设希望 在这个地方先一个list view 所以也许这个可以先做 在这个底下呢 再增加一张图档 可以连结 所以这个连结 每一个都可以点进去 一样可以连结到你需要连结的 那底下呢 再加一个这个net bar 那这个部分呢 要怎么完成 我想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也许先把那个准备 这个部分需要的档案先准备好了 那后面的话我们 剩下时间可能不多 所以也许你可以先试桌看看吧 把里面也许我们前面讲过了 先在这个这棵里面 也许你可以先 我底下有一些相关说明 就是可以插入几个页面需要的 当然我这边总共 我们会有一个home 再加上四个连结 四个景点 那你可以在这边 把这四个页 这个地方的页面特别注意 这个页面呢 是有页首 应该是跟正样 应该是有页尾 没有页首 有页 刚好颠倒 应该是有页尾 没有页首的页面 OK 那所以呢 你在插入页面的时候 特别注意 这边有一个ZQE Mobile 第一个就插入页面 那他当然第一个会先引用 问你说你这个ZQE Mobile 要不要引用进来 要 确定 他就帮你增加一个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呢 你的第一个页面就home 那我要这个页面 特别注意 选的时候呢 就跟我们前面的102M不一样 就是不要页首 但是要页尾 意思就是说 我将来 在这边显示 这个上面这个部分就内容 底下就是有页尾 然后把那个内霸放在页尾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 页首不要打勾页尾 好 第一个页面就出来了 再来第二个页面 一样 特别注意 第二个页面呢 你记得 一定要在这个外面 所以我是建议 你游标可以放在 这个DIV 他一定结构是这个DIV 到这个DIV结束 那建议是从这边 做插入页面的动作 那这边的话 一样 Page 1 然后有页尾 没有页首 Page 1 然后再来 特别注意 游标再移到他的外面 再插入 千万不要直接 再直接就插入那个页面 否则的话将来 那个连结会失效 总共我们会需要有 那个 四个 所以这边的话 分别把Page 1 2 3 把这个页面给插入进来 那这样子的话 到4 那也就是说 我们有四个景点 那把这边先把它储存 储存的时候 这个档案先储存好了 出现之后呢 他一样会帮我把一些 可能需要用到 JQ Mobile的 这一些相关函事库 帮我call到 我们的网站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只要你按确定之后 你的网站里面 会多一个 JQ Mobile的目录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 现在没出现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重新整理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这个目录就出现了 理论上 这个目录实际上 就是做出 我们刚刚需要的这些效果 都靠他了 所以呢 如果你把这个目录删掉的话 有些效果 其实都会 都会不见 OK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 106这个APP 我想先试做看看 那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会针对 这个 106APP里面的 相关重点 再做说明 包含就是说 可能可以把那个 NAPBAR 可以把它放在下方 那List view的话呢 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变化 在最后 再把这个上面的图示 Icon可以做变更 然后布景主题部分 可以再做一些 换个颜色 不是只有 很单调这五个颜色